這個木頭在這個桌面上移動,平滑移動 我這樣拉它,一開始拉的時候呢,這個木頭不會動 這邊是我的拉力,這邊是我的摩擦力 一開始拉它不會動,假設我拉一公斤 它不會動,我講一公斤,事實上是一公斤重 一公斤,一公斤的話是質量 我用一公斤的力量拉它不會動 想要摩擦力多少 一公斤,一牛頓 一牛頓對不對 我用兩牛頓拉它不會動 想要摩擦力多少 兩牛頓 我用三牛頓拉它不會動 想要摩擦力多少 三牛頓 所以是不是會越來越大 摩擦力越來越大 所以我的拉力它一直越來越大 所以我這樣講喔 摩擦力跟我的拉力有關對不對 沒有 摩擦力跟我的拉力有關對不對 沒有 再看點不是有關嗎 有喔,成正比關係 成正比關係 目前的 摩擦力越大 那這個前提是它沒有動喔 好了,到三 三多一點點 三點零零零一的時候 它開始動了 它開始動了 就多那麼一點點它開始動了 這時候摩擦力會 為三還是會比三小 比三小喔 比三小對不對 比三小喔 沒有,真的太對 對,它是不是會掉下來 摩擦力是變小了 而且是維持固定的喔 這叫做動摩擦 再來瞬間它比較小 所以這時候 假設我持續用三牛頓的力量拉拉 對不起 持續用三點零零零一 一牛頓的力量拉拉 這時候它會 一直受一個力 受什麼力 那個 就不是上來講 關心運動 對 它不是關心運動 它受力了 摩擦力是什麼 摩擦力是什麼 它受哪些力的運動 哪些力的作用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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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開始動了 它開始動耐上 讓摩擦力小於3001嘛 所以摩擦力變小了 對不對 這個瞬間 是3左右 是3 比3大的時候 它就掉下來 它開始移動了 為什麼開始移動摩擦力變小 我們講過對不對 因為本來是卡住嘛 那一瞬間突然脫離了 它開始全部移動了 它就不會卡到那麼緊 摩擦力變小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它做什麼力 它開始運動 它做哪些力 拉力 還有 摩擦力 摩擦力 所以核力是多少 沒有 摩擦力大力 所以拉力大力 摩擦力對不對 對 到時候沒有來聽嗎 所以這時候會成什麼運動 呃 直線運動 聰明 還有咧 怪心 怪心動 怪心動 表示核力為力 好 成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等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是不是等加速運動 因為它持續收一個力嘛 力是多少 是3-摩擦力 對 因為摩擦力是往不方向 而且摩擦力比三小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大於0 所以它持續收一個力在運動 在那種MMA的情況之下 扭力就有加速度 所以它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好 清楚嗎 好 清楚 清楚 知道都清楚嗎 清楚 其實因為少了一些同學 可以幫你 有點孤單寂寞 提不提精神 還是趕快的關係 好 OK 大力精神 大力精神 好 這是摩擦力 接下來我要問一個事情 我如果 要把膈根給挖出來 因為摩擦力的關係 因為摩擦力的關係 對啊 把膈根給挖出來 好噁心 好噁心啊 好 又可以 好 好 我現在呢 如果在上面加上那些東西 加上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重物 請問一下 它會重的這個點 會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會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加了更重的東西上去的時候 我會印象到的摩擦力要變大 我會最大激摩擦 這個叫做最大激摩擦 這個點叫做最大的激摩擦會變大 最多我可以讓拉到 4.5公斤 4.6牛肋 它才開始移動 而且一移動之後呢 情況也是一樣 掉下來 對不對 所以我加了重物改變了我的最大激摩擦 這種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個東西中了 動了之後會怎麼樣 摩擦力也會變大 為什麼東西中了之後 摩擦力也會變大 因為它卡的就越深了 卡的越深對不對 卡的越深你需要更大的力才可以把它拉開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是啦 是啦 好 好 那我如果把這東西放到一個光滑的平面 我看它在光滑的圖片上 喜歡它會變怎麼樣 這個磨擦就變小對不對 所以它可能到這邊就移動了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平面呢 這是平面的材質改變了我的磨擦 最大激摩擦就是點的大小 這是因為平面磨擦的關係 好了 我如果把這東西這木頭 假設木頭四面紮髒都適通了材質 我才會把這木頭改成立起來的 會不會移動到激摩擦力 不會耶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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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磨擦力會變小 因為核小麥克膜的面積變小了 理論上我們知道 東西很重的是假列身 你換個假設 平均每個點上 可以假設拿這個麵來搗 像手的重量呢 平均分別在這麼大的麵 сами嬌上 是每個點索受力一定要嚇 ris squared 不會耶 這麼大的一個動量壓在這個大的面積上 是比每個點上所受的力 假設我反過來這樣壓的話 是這個小面積承受的力量比較大 這樣卡的比較深呢 還是這樣卡的比較深 這樣卡的比較深對不對 因為卡的比較深 可是它的面積比較小 所以它總合起來的話 它摩擦也沒有變 所以基本上只要它的材質 表面附近的材質是一樣的話 它的重量是一樣的話 它的摩擦力不會因為它的面積改變的大小 因為它的摩擦力大小 這樣有意思嗎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真正的情況之下 事實上會的 表面積會改變它的摩擦力 但是在受力面積 受力重量大小是一樣的情況 我首先要向下施力 向下施力 如果是相同的情況之下 表面積的材質是完全不定的 所以這表面的材質 這表面的材質都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你任何一個面的轉換 它的面積大小不會改變它的摩擦力 因為你壓伸的程度已經被底消掉了 OK 所以呢 我們這邊來講摩擦力其實跟誰有關 摩擦力只有跟 只有跟 上面垂直向下的力量 力量和重量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我們用手去壓它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手一隻手 手指頭給它壓下去 所以增加摩擦力 舉個簡單例子 這個表面有摩擦力 有嘛 看起來沒有摩擦力 aprooured 那我怎麼樣給它摩擦力 壓摩擦力 對當我這方面給的壓力 給的力量夠大 我這個表面就跟我的表面卡在一起 這都形成摩擦力 這就拿到什麼 因為它有點彈性 它表面有點彈性 所以我一放開的時候它會有點彈出來 正常來講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手放太太上 它上面沒有離開太多 它離開表面沒有很多 那它為什麼會離開太多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有彈性的 它本身不會是完全光滑 不會跟正面完全貼圖的 所以我離開它的時候 它是會稍微 會稍微彈一下 然後再彈一下去讓它離開表面 不可惜 要不然一個怎麼樣 我應該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在嘗試裡面判斷一下 我們做一個方式 讓它完全不會離開的 用紙 紙就可以了 也一樣 好 我把這個皮面 這是十塊錢 來 大家一看 這樣子滑下來 這十塊錢會離開在表面嗎 不會 這十塊錢會離開在表面嗎 不會 是斜的嘛 可是這個方向 你請問我手頭壓著的時候它為什麼會動 因為你給家人摩擦 會夾住 我知道了 會被夾住了 夾住是什麼意思 夾住是什麼意思 兩邊摩住 夾住是不過手 給它往這方向的力 讓它跟這個表面卡住 那就是摩擦力啊 我在摩擦會挑 挑什麼 為什麼它當 那個平面是槌子 然後屋裡下來 它會挑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為什麼就會挑 因為它沒有一個力給它擋住 沒有擋住的力 沒有擋住的力 所以它可以自由移動 跟它們挑剪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講 挑剪是移動 就是離開它的 原本力的地方 因為剛剛造動的意思說 它覺得我這樣手放開的時候 這東西是離開在表面的 是分開的 但是啊 但事實上是跟分開沒有關係 是 因為它本身會有點小彈性 好這樣講好了 我如果騎車子在一個 石頭路上 我騎快一點 是不是感覺到你 就飄在那個石頭上 有沒有感覺 這個石頭路 我如果開車看很快的時候 你是不是 隨時都彈它 啪啪啪啪啪 車子是彈起來的 是很像是飄起來的 所以你在隨時頭路 騎腳車的時候 是很容易打滑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摩擦力嘛 你沒有摩擦力支持你的車子 所以容易打滑 你車子飄起來的 通常道理 假如我現在是卡住的東西 我就已經鬆脫了 我在移動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覺得它是飄起來的 事實上它是鬆開的 它鬆開它沒有卡住 那我現在用這個方式告證你說 就算它有卡住 就算它完全貼著 但是我的 我的錘子像 這個斜面的力量太小的時候 它還是沒有摩擦力 它就滑下來 你知道嗎 它基本上它沒有像 像這邊壓著力 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它就是 沒有要抵受它的這個動力 它就掉下來 所以為什麼 我記得我也能這樣 從而走 我就直接放在全職的這樣 那個牆壁 放在它 它就離開牆壁 這樣 就掉下來 這樣 這樣子 放開 它是離開牆壁 你是要離開牆壁啊 你會覺得它是離開牆壁啊 為什麼 就是 好 第一個 我手放在那一剎那 這個前臂 是跟我的手 會不會有點黏著力 你上來的時候 那一剎那就把它帶開了啊 我沒辦法完全讓它是 很自然的往下 那一個我有 OK 是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剛剛講過的 它這個東西跟腳面上 本來就不是那麼貼近 這不是一個垂直的面 再怎麼做都不會做到垂直的 好 那 你看嘛 要嘛就是 這個面呢 要嘛就是 不小心有點太想像 它就 它就懸空了 你看到 我這樣就有點懸空了 你知道意思嗎 要嘛是 有點像這樣 你覺得它這樣貼起來 可是因為它本來移動的時候 它就稍微撞到 一撞到它就 就偏掉了 就會離開了 所以那個很難做到完全是貼的 但是又沒有摩擦力 很難 好 所以 摩擦力跟誰有關 摩擦力 摩擦力跟正向力有關 正向力就是向下的力 就叫正向力 摩擦力跟誰有關 摩擦力有關 跟誰有關 兩個因素 兩個因素 摩擦力 它的這個地方 接觸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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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面積有關 所以通常的定義的摩擦力 會等於什麼 mu 是一個係數 是平面的摩擦係數 跟n的成績 這個摩擦力 代表的是最大基摩擦力的點 最大基摩擦力的點 懂我意思嗎 假日我先告訴你 好 這個平面的靜摩擦係數是0.3 我給它的正向力是10牛頓 這時候 我施的拉力是2牛頓 懂我意思嗎 這邊的mu 等於0.3 我的正向力 等於幾牛頓 10牛頓 好 我現在的拉力是多少 我剛剛的拉力是多少 我剛剛給的條件是 拉力 等於2牛頓 其妙之中又會移動 不會 為什麼不會移動 哈囉 為什麼會移動 為什麼會移動 因為我這個正向力 正向力比拉力大不是吧 對 因為它會因為拉力不等於 那個正向力加上那個 不是加上 成啊 成那個 結束面積 不是結束面積 這叫做摩擦係數 摩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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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係數成的正向力會得到 最大的靜摩擦力 也就是當你的拉力 必須大於最大靜摩擦力的時候 它才移動 我這兩個乘七 實在0.3等於3牛頓 也就是我這時候 這個東西要移動 必須大於3牛頓的拉力 它才開始移動 反正小於3牛頓的 全部都只能是 靜止移動 而且這時候的摩擦力等多少 這時候摩擦力等多少 就是你當時的拉力 對 多少 2 2 沒有錯 我拉它是用起來 沒有順拉它 所以這時候摩擦力等2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動 沒有動 它屬於立平衡的情況之下 立平衡的條件是什麼 合力 合力威力 而且它運動狀態不會改變 運動狀態不會改變 記不記得 我們來討論力的時候 什麼時候沒有看到有力 通常就是有看到它 有在做運動狀態改變的時候 就看到它有力 運動狀態改變什麼意思 就是有加速度 一個物體的時候 要加速度的時候 就是有力的 力在作用 所以這個物體 靜止不動 所以它拉力還是摩擦力 它拉力是兩牛頓 所以會怎麼讓它移動 要加速度 蛤 怎麼給它加速度 對嘛 我剛才說應該給拉力 我們就給它加速度 加速度是因為連力的關係 我們就加速度是一個 是一個原因 加速度是結果 我給它拉力 我給它多少拉力 多少拉力 我給它多少拉力 看什麼 1以上 1以上 再多1以上對不對 再加1 再加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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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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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0 2 3 筆筆或圆筆 一邊越劍越好 這樣子頂著 拿一隻手比較痛 如果不會痛的話 麻煩你隔壁同學把它壓一下 哪邊比較痛 尖的部分比較痛 為什麼尖的部分比較痛 因為你要覺得它筆筆就跑出來 然後就刺到手 刺到手 刺到手的筆筆非常好 刺到手 再一次筆 壓著這個面 可以壓著這個面 來看的話 我兩邊撕個力向下撕力 想一下 這隻筆給的反作用力 假設 這邊給的反作用力 是F1 這邊給的反作用力 是F2 F2大於F1 兩邊會大 F2大於F1嗎 錯 F2等於F1 嗯 應該是F2等於 右邊給附近 然後F1等於左邊到右邊 好 我們再回來所謂的 力平衡這件事情 當你看到那個東西沒有移動的時候 你可以覺得說 是不是力不能 是吧 比如說 假設 這東西 被推了 這隻比 被我這隻手指頭推了一個力 被我這隻手指頭推了一個力 這兩個力 如果不一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移動喔 它會加速移動喔 對不對 可是你剛剛有看到加速移動嗎 對 沒有表示兩個力怎麼樣 沒有 是一樣大嘛 而且方向相反 是在同極限上 它不會移動 對不對 是這樣子 對 所以它反作用力也是一樣大小 這樣受力要大小 為什麼一邊比較空 一邊比較不空 因為那邊接觸面積比較小 OK 接觸面積比較小對不對 這邊接觸面積比較大 萬個小度想 你可以想像一下嗎 就那邊接觸面積小的地方 它受的力量 它受的壓力比較大 我們現在把這個力 我們把分來一個力 分來一個力 分來一個力 分去到每個小面積上給力 每個小面積上都給了一個小小的力 平靜做在你的手上面 那時候你的手不會很痛 就相對來講不會動 所以說以前 有了一個魔術師 他們表演 他睡在丁床上 為什麼睡在丁床上 他不會穿過去 他把那個 接觸面積一直拉大 他把接觸面積拉大 剛剛你說什麼 那上面有線 可以拉掉 不是有線喔 事實上我也睡過 那時候我們去分來 他們特許多管就一個床 就這樣子 你先躺著 然後 有一個吹桿一吹 一吹那個丁 就把你怎麼叮起來 你去摸那個釘子 事實上那個釘子有點 有點凹 正常的釘子是這樣 你如果是這種釘床的話 你大概就穿過去了 它的釘子大概是長這樣 比較頓一點點 表面上看起來是接的 但是表面上是比較頓一點點 因為你看喔 這個接觸面積或是A等0 很小很小的接觸面積 就算我一萬個釘 接觸面積多少 還是0 所以它就穿過去了 你想想每個點瘦的力還是很大 對不對 可是我接觸面積變成是 0.1個乒乓公分 我剩那一萬 給多少 一千 剩了一千乒乓公分 是我的力就很小了 就不太會痛 好嗎 它也不會穿過去 所以你不能拿真的很尖很尖的釘子 去做這個釘床 你要穿過去 你要做稍微做 什麼 一樣的道理啊 它就是用有點頓的釘子 有點頓的釘子 不會真的很尖 那他們就是 他們有他們的神 神共護體 寶槍不入 那我們 照中間去寫一下 然後來 我們在一起 不在一起 你事實上 胸口碎大石跟慣性有關係 胸口碎大石這件事情 跟 跟這個叫做什麼 跟慣性有關係 你如果速度夠快去打石頭 石頭就有慣性了 因為石頭很重 所以那一瞬間石頭揮一動 它完全承受了撞擊的力量 所以它就碎開了 可是這時候你不要說 用撞擊的力 假設你是慢慢的 把鐵頭慢慢撞下去的話 或者你直接就拿更重的地方 它就受傷了 為什麼 因為力量全都知道它在炸 你知道意思嗎 好 這是科學魔術 科學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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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魔術的意思是 你用科學去做魔術的事情 科學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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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分散掉所有的力 可是這個點上 我沒有辦法分散掉啊 所以這個小點點上 都承受這麼大的力 所以這個很大力 直接灌到你的手上面去 直接塗到你的手上 你手就會覺得痛 所以我們後來 要形容這個事情 我們不要難形容 所以壓力跟實有關 壓力跟實有關 接觸面積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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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觸面積越大 接觸面積越小越大 接觸面積越小 壓力越小 對 非常好 對 我們的壓力是正比於 面積分之一 這個意思就是反比的意思 就跟面積是反比 同時間我們的壓力是正比誰 我是的力越大 他会觉得越痛 还是视的力越小越痛 视的力越大越痛 对不对 所以我的压力就正比于我的力量 是不是 我的压力正比于面积分之一 我的压力又正比于力量 所以我就定义一个事情 压力等于不是力量等于 压力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hello hello 等于什么 A是面积 面积分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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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力是 推的力 这样清楚吗 清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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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压力 心安还好吗 有没有学过 有没有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又不讲话了 有没有学过 不会了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就现在学 这也没有很难 有问题 有问题是举手 压力 所以压力被我们定义出来 这就是压力 什么情况之下你在看到压力 那你觉得在生活中什么都看到压力 大气压力 还有呢 水压 你什么都观察大气压力 你怎么观察大气压力 我听不清楚 以下两个讲话 谁先讲 来 礼拜五就做实验 什么 礼拜五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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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一下 你会把整个铝罐 会把空气赶走 所以里面就没有空气了 接下来呢 把铝罐这样突然 扣到水淹去 因为水是冷的嘛 所以先把水深器给凝结成水 凝结成水 所以说 请问里面有没有空气 里面没有空气 里面是真空 所以大气压力就就把它压扁 而且压扁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转开就压扁 对 就扁啊 就压扁 所以这个简单的大气压力实验 那大气压力实际上是很大 大气压力有多大? 你这个听不出来到底有多大? 到底大? 马德宝鞋 马德宝鞋 马德宝鞋是什么? 自语说一下 马德宝鞋是什么? 马德宝鞋 真空的球 真空的球 他是做一个半运形的球 另外半运形的球 他把两个球接在一起之后 里面抽真空 抽真空之后 这边用马去拉 看有多大的力量 所以他可以把它拉开 所以他会用八匹马 八匹马 用八匹马去左右拉 再把那个球给拉开 所以你看大气压力有多大? 我用铝色师 还有八匹马德宝鞋 事实上这不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 事实上他跟球的面积有关 问一下 我的球的面积越大 我需要的马越多? 还是球的面积越小 需要的马越多? 因为大气压力 越大 大气压力 因为我的面积大小改变吗? 不会啊 那怎么能改变? 接触面积 所以接触面积 假设我们上次公司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的大气压力没有变 对不对? 我的面积越大 那我的F要怎么样? 蓝色就越大 因为皮是一个固定值 不是啊 我的面积越小 我所需要力量就越小 我的面积越大 我所需要力量就越大 我问一下 我不是说他用马来的啊 要绑绳子 对 那我绳子越长出 就越不会力 不是 绳子的长度 跟力量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 绳子只需要传递力 真的吗? 绳子只需要传递力啊 你这样说法是 哎呦吧 你这样说法是 我这样推他 我这样推他 谁比较费力 都一样的啊 没有改变啊 没有改变啊 不是一样道理吗 连我们拉就拉到你 是不是一样道理 我用绳子去拉他 会比较省力吗 连我们拉就拉到你 因为说 会不会把绳子变长 不用那么多嘛 有 跟那个没有关系啊 那我再把绳子拉长一点 是不是我可以用 变小力去推他 嗯 好啦 好啦 绳子的长短 跟这个固子的长短 只是改变你 施力的 方便性 或者是 好不好用 他不会改变你 变大小 那叫什么球的 马拉伯抱球 马拉伯抱球 嘿 怎么样 那球越小呢 他就需要越多肥力啊 不是啊 越小就需要越少的力啊 对 不接触面积越小 你现在越多的马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了 OK 好了 我们这一个音场 这边下个 好 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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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